欢迎来到声乐书轨 每天一本书 让我们一起成长 祝您本期听书愉快 收获满满 今天为你分享的是 达尔文的危险思想 尽管书名中有达尔文三个字 但这并不是一部生物学作品 而是一本厚重的认知科学作品 从体量上看 这本书足足有700多页 拿在手里真的是又厚又重 如果你坚持读完它 还会体验到一场厚重的思辨 用科学作家万维刚老师的话说就是 致时思辨的乐趣 而要想走入这场致时思辨的乐趣 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下作者 丹尼尔·丹尼特 你可以把它当作是 开启这场乐趣的钥匙 丹尼特他是美国的一位著名学者 著叶是研究哲学 而且他的哲学思想相当的硬核 丹尼特是融会贯通了 神经科学、语言学、人工智能 计算机科学和心理学等领域 坚定地站在了现代科学这边 他试图将认知科学和进化论的思想 引入到哲学研究中 享有人工智能之父美誉的 马文明斯基就称赞丹尼特 说他是下一个罗素 认为他正在改变并且重新定义 哲学家所扮演的角色 丹尼特到底提出了什么样的哲学观点 获得了这么高的评价 这跟达尔文的思想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知道哲学观点有一种分法是 基于对世界的不同认识 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 唯物主义坚持物质是第一位的 唯心主义认为意识才是本体 其实很多时候 人们在思想上事件中 并不会把某一种哲学思想贯穿始终 例如有人觉得自己是纯粹的唯物主义者 但他走路的时候仍然会绕开警告 参加一次重要考试时 还是愿意去一趟寺庙 尽管他未必相信 财警告尔会影响运势 拜神能加持自己的考试发挥 但是文化传统和过往经验 会让一个人的思考和行为 变得更加复杂 如果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 看作是一条线段的两个端点 那么我们每个人的思想观念 行为模式 价值观等等 都处在这个端点中的某个位置 只是有些人 有的时候更靠近唯物这端 有的时候会划向另一端 哪怕是美国太空总署的科学家们 每当遇到航天发射的时候 也会表现得极度缺乏控制感 其中一定会有人在吃花生 为什么呢 只因为1960年代 美国发射月球探测器 连续六次都失败了 但是在第七次终于成功 而当时正好有人在吃花生 就因为这一点 之后发射时 在指挥中心吃花生 就成了一项传统 可以说啊 一个人要想从思想到行为 都一丝不苟地遵从某一种哲学观点 这几乎不太可能 而在今天这本 《达尔文的危险思想》中 作者丹尼尔·丹尼特的观点 可谓相当极端 他坚定地站在了这条线段的 唯物主义和无神论这端 不愿退让一分一毫 丹尼特之所以这么敢硬气地说话 是因为他掌握了一项 足以论证唯物主义合理性的强大武器 这就是《达尔文思想》 丹尼特说 达尔文思想不仅仅是 生物学上的经典理论 它同样适用于 社会学 心理学 人类学 语言学 医学 以及你能想到的一切学问 你会惊奇地发现 无论是我们的客观世界 还是主观思想 都与它如此契合 照着这个思路进一步来说 有了达尔文思想 作者认为 在任何一个领域 上帝都将不存在了 维星主义再也站不住脚了 那些维星主义和神创论的支持者们 是时候感到危险了 这也正是书名 达尔文的危险思想的汉意所在 很多人听到达尔文思想 会简单等同于 自然选择适者生存 以及引申到社会达尔文主义 甚至还会联想到种族灭绝等等 这其实是对达尔文思想的巨大误解 早期的原汁原味的达尔文思想 并不是要梳理世界上的生物 如何演化而来 达尔文它有个很大的野心 它希望能找到一套 解释物种起源的底层法则 这本达尔文的危险思想英文版问世 已经快30年了 不过在2023年才第一次翻译为中文 我们了解这本书 并不是要重温物种起源本身的理论 毕竟如今的生物科学水平 已经远超达尔文时代了 阅读这本书 我们重点要获得两方面的收获 首先是知识层面 我们将正本清源重新认识达尔文思想 我们会知道为什么作者丹尼特认为 这套思想能够解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所有的现象 其次是思辨层面 这本书的论证过程非常精彩 就像是在看一位辩论高手 思维敏捷的旁征博引 慷慨激扬的表达观点 也就是万维刚老师所说的 从知识思辨中找到的乐趣 那接下来的内容 我们就从知识和思辨这两个层面展开 首先我们从知识层面讲起 达尔文的思想是如何诞生的 它最初解决的是什么问题 以及后来本书作者丹尼特 又如何从哲学角度对它进行加工 并延伸到各个领域的呢 尽管达尔文生活在19世纪的欧洲 但它追根溯源探寻本质的好奇心 是人类早已有知的 早在古希腊时期 亚里士多德就提出 我们在任何事物的身上 都会想到这四个问题的答案 哪四个问题呢 第一个问题是 这个事物是由什么构成的 在哲学上叫做它的物质因 第二个问题是 这个事物的形式是什么 比如说它的结构或者形状 这在哲学上被称作形式因 还有第三个问题 它是怎么诞生的 或者说它是如何开始的 也就是它的动力因 最后一个问题是 我们好奇这个事物的存在 有什么样的目的或者意图 这被叫做目的因 物质因 形式因 动力因 目的因 这一套抽象的哲学名字 还有更简便的说法 就是 何物 何处 何时 以及何故 而其中最能引起我们好奇 也最难以回答的问题 就是最后一个 何故 当我们问出 为什么这样的问题时 其实就是在探寻事物存在的 终极意义 哲学家们为此创造出一个独特的理论 叫目的论 也就是通过说明某种事物的目标 或者意图来对它的存在 进行合理的解释 比如 很多人造工具存在的意义 是最容易理解的 一把锤子的目的 就是钉钉子 一个照相机的目的 就是拍出清晰的照片 总之 它们之所以存在 是因为它们的创造者 赋予了它们一个实用功能 但是目的论 也有它解释不了的问题 我们来想象一个场景 假如你是一个好奇心爆表的人 见到任何事情都想要一探究竟 你想知道所有事物存在的目的 这天 你正好看到一位朋友 在聚一块木板 于是呢 你就走上前去开始发问 你为什么在锯木板呢 朋友回答道 我要做一扇门 那么 锯木板这个行为的目的 你现在已经知道了 但是你不满足 继续追问 那你做这扇门 又是为了什么呢 朋友说 用来安装在我的房屋上啊 你接着问道 为什么房屋一定要安门呢 朋友这时有点不难烦了 那样我就可以在晚上睡个好觉了 那你为什么要在晚上睡觉呢 请你哪凉快哪待着去 这段看似荒诞的对话 其实揭示了目的论一个致命的问题 也就是 我们要在什么地方停止追问 或者说的更加学术一点 借助什么样的终极目的 才能给这种不断嵌套的原因封顶 亚里士多德给出的答案是 神是第一推动者 后来很多宗教对此也是一样的解释 我们存在的目的都来自神的意图 就好像是我们观察一块手表 好奇它的表面 为什么有一层透明的水晶玻璃呢 答案很显然 因为这是戴手表的人的需求 他们要透过这层保护指针的透明玻璃 看到表盘上的时间 同样 如果宇宙是神所创造的 那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找到的所有目的和意义 必定都是神的旨意 这种思想可以说长期统治了西方几千年的历史 但是如果我们执拗地继续追问亚里士多德 那神存在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几乎没有人可以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世界上的各个民族几乎都采取了相同的解释 他们把原本应该用为什么来解释的问题 转化成了用如何来回答的问题 如此一来就可以通过讲故事来让解释合理化了 你想知道万事万物为什么存在 让我来告诉你 它们是如何诞生的 于是便有了我们听过的各种各样的创世神话 神创论者的根基便在于此 随着科学的发展 在今天还有一门学科叫做宇宙生成论 但无论如何 从神创论到宇宙大爆炸学说 本质上都是在试图用如何来解释存在的终极意义 如果你是一个极度追求理性和逻辑的人 这样的解释显然满足不了你 因为它们避开了那个最能引发我们好奇心的终极问题 人类或者说生物存在的目的 又是什么呢 到这儿 达尔文终于要出场了 本书作者丹尼尔丹尼特认为 达尔文最大的贡献 或许不在于它生物学方面的创建 它最根本的贡献之一 或许是向我们展示了一种理解为什么问题的新方式 并且清晰明白 有理有据 还具有惊人的通用性 其实早期的原汁原味的达尔文思想 并不是要解释生命的终极意义 它想要解释的是物种起源的一系列机制 达尔文生活在19世纪 这是现代学科诞生的巨变时代 人们希望通过科学这件武器来探究自然万物的本源 现代意义的物理学 化学 地质学 都是在这时诞生的 同样 当时的生物学界也普遍奉行一种哲学思想 本质论 简单来说 本质论认为物种它是不受时间影响的东西 这就像数学几何中完美的三角形和圆形一样 物种的各个成员出现然后消失 但其本身的特点和性质却保持不变 这样的理论你听起来有点难以理解 但结合当时的科学发泄是非常有解释力的 比如化学家们的一个共识是 基本元素不可变且数量有限 如此一来 铜和金本质上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物质 炼金术这种伪科学从此便退出了历史舞台 但当这种思想应用到生物学上的时候 就会产生一个很大的问题 当时的博物学家们已经观察到了上百万种不同的动植物 并且创立了门 钢 木 科属种这样的生物学经典分类方法 但如果说每种生物间都有不同的本质属性 并且是永恒不变的 那么博物学家们的工作势必会变得极其繁琐 并且只能无止境地分类下去 不但如此 关于分类的标准也会变得困难 比如 为什么非得要按照血液的温度 作为区分动物的标准呢 而不是依照有没有眼睛或者说吃不吃肉作为标准 在达尔文之前 这些争论既没有人愿意回答 也没有人能够给出一个确切的解释 再加上当时地质学的发展 科学家们发现了很多远古生物的化石 这更让分类学家们一头雾水 就在这个时候 以达尔文为代表的一些科学家站了出来 他们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关键 物种并不是永恒的不变的 今天我们看到的物种是随着时间演化而来的 并且随着时间的改变还能产生新的物种 进一步来说呢 达尔文最初的理论主要可以分为两方面来解释 第一 它证明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生物 是先前的物种发生演化的结果 第二 也解释了这些演化是如何发生的 那我们具体听听达尔文的解释 达尔文认为啊 现在我们能看到的这些生物 都是经历过自然界激烈的竞争才存活下来的 在远古时期 如果竞争者之间存在显著的不同 只要有一方占有了一种生存优势 繁殖的样本便不可避免地向优势的这一方倾斜 胜利必将属于优势这一方 不但如此啊 这种优势不管最开始的时候有多么的微小 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被逐渐的放大 由此造成的趋势会无限的增长下去 这就是达尔文思想最初也是最原汁原味的样貌 但你有没有发现 这样的自然选择和演化思想 其实是从生物演化的中间阶段开始推演的 达尔文谨慎克制 他并没有一路回溯推导到生命的开端 为世界上第一个物种 或者说生命本身的起源提供解释 但本书作者丹尼特 他是个很有野性的哲学家 他希望站在更高一层 为前面我们提到的生物存在的终极目的找到达 于是他在达尔文这个巨人的肩膀上 从一个现代哲学家的视角 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我要提醒你 接下来这段表述有点烧脑 丹尼特将自然选择看作是一个算法过程 这个算法过程有三种特征 第一种特征叫做基底中性 也就是说不管你用哪种语言 哪种工具运算规则同样奏效 运算规则源于本身的逻辑结构 这种算法的第二种特性 叫做底层的无心灵性 这是在说 尽管规则流程的总体设计可以很巧妙 但它的每个步骤 以及步骤间的过渡却十分的简单 这种算法还有第三种特性 是结果有保障 只要执行过程中毫无失误 那么结果一定会按照算法的程序进行下去 不会出错 听起来有点复杂 算法这个概念 今天我们很好理解 每个计算机程序本质上都是一个算法 归根到底 它们都是由简单的步骤组合而成的 并且通过特定的机制来执行 算法运行结果非常可靠 那从这个角度出发 丹尼尔丹尼特就将达尔文的基本观点 做了一个新的表述 它是这样表述的 我们能够看到生命之所以存在 是因为演化和自然选择在其作用 在过去的数十亿年间地球上的生命 在本源的生命之数上通过这样或者 那样的算法过程开枝散叶 演化作为一种机械的算法 不仅决定了羚羊的速度 老鹰的翅膀和兰花的形状 同样也决定了我们人类心灵 语言道德等这些我们不愿意用演化和自然选择 来看待的事物 这就是丹尼尔丹尼特哲学加工后思想的大概逻辑 好前面的内容 我们主要是从知识层面讨论的 介绍了达尔文思想的源头 最初想解决的问题 以及本书作者丹尼特在达尔文思想基础上 加工而成的算法过程 开头我们提到 丹尼特是一位哲学家 他做研究的方法 是通过综合考察各个领域的科学成果 最终论证得出自己的哲学观点 在丹尼特看来 达尔文的思想不仅适用于生物学 也适用于人类的心灵 甚至是道德 下面我们就从思辨层面来看看 丹尼特他是如何证明这套算法理论的 让我们先把目光聚焦到生物学上 丹尼特的论点是这样的 地球上的生命 在本源的生命之数上 通过特定的算法过程开枝散叶 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解释一下 其实刚才这个论点 在现代生物学中已经获得证实了 现代生物学发现 地球大约有45亿岁 而第一批生命形式 至少在距今35亿年前就已经出现了 它们是最简单的单细胞生物体 圆核生物 此后大概20亿年间 都是被细菌蓝藻等结构简单的 圆核生物统治的时期 后来大约在14亿年前 发生了一场重大的生物革命 一些像是细菌的原核生物 开始入侵其他原核生物的细胞膜 由此便形成了真核生物 真核生物内部的器官开始变得复杂 这使得多细胞生物的诞生成为可能 大约又过了七亿年 演化的步伐开始加快 从蕨类植物到昆虫 爬行动物 鸟类和哺乳动物 开枝散叶 造就了如今遍布世界各处的生物 说到这儿你会发现 真实的生命演化历史 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样 由简单到复杂 由低级到高级的平滑上升曲线 这个世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存在的都是最简单的生命形式 像人类这样复杂的生物 直到五亿多年前才突然出现 这就是算法带来的演化结果 美国生物学家曾打过一个比方 生物的演化本来没有什么方向 它既可以向简单方向发展 也可以变得复杂 这就像是一个喝醉了的酒鬼 东倒西歪的走路 自己也不知道要去向何方 乍看上去 复杂生命的产生是一个相当偶然的结果 丹尼特说 偶然的结果背后 同样是算法在起作用 这套算法就是自然选择 无论生物怎么演化 只要变化之后 适应能力更强 让自己能够存活下来 这个变化就可以保留 如果变化后适应能力变弱 那么这个变化就会消失 直到今天 像是细菌病毒 这些所谓的简单生物 生存能力 那是一点都不比我们人类差 这样的发现 不仅印证了达尔文最初的思想 但你头更想说明的是 大自然中并不存在一个设计师 来使生物按照它的意志生存发展 这是宏观上对于演化算法的解释 在更微观的层面上 基因DNA RNA分子的发现 让这个算法规则变得更加清晰 简单来说 生物演化的算法 本质上就是细胞中的基因 不断复制的过程 其中又有更多的细节算法 在这儿就不详细展开了 如果感兴趣的话 推荐你去读一读原书 刚才我们是重点讲了 丹尼特的论证逻辑 也就是从生物学的角度看 丹尼特的算法理论 有了现代生物学的支持 那下面呢 我们就把目光转移到 人类社会的其他领域 看看丹尼特 是如何从最抽象的层面 也就是人类的道德方面 为算法理论找到论据的 丹尼特引用了 17世纪英国政治哲学家 托马斯·霍布斯的观点 来讲述道德是如何演化的 霍布斯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在很久很久以前 世界上是没有道德存在的 这时的人们呢 能够区分那些 好用的毛和坏掉的毛 好吃的晚饭和难以下咽的晚饭 能够达到的猎人 和每次都徒劳无功的猎人 但是他们并没有好人和恶人 有道德的行为和作恶的行为 这样的概念 霍布斯将史前的这种状态称作自然状态 他进一步指出 在自然状态下 产业是无法存在的 这里没有所谓的记忆 没有文字 没有社会 而最糟糕的是呢 人们不断地处于暴力死亡的恐惧和威胁之中 人们孤独 贫困 卑微 残忍 且短命 后来啊 发生一次突变 有一天 又有一起暴力冲突发生了 但这一次 碰巧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 这批幸存的竞争者 没有固守之前那种 互相背叛 互不信任的行为方式 他们想到一个新点子 我们可以互利合作 我们团结起来一起强大 于是 他们定立了一个社会契约 在新的契约下 人们的生存概率逐渐提高 恐惧感 则降低了 于是 更大的社会 由此诞生 好 这是霍布斯对于道德诞生和发展的设想 在这 被作者丹尼特拿来 作为达尔文算法思想的佐证 丹尼特兴奋地说 这个故事所讲述的情况 和真核生物革命如出一辙 世界诞生初期 只有单调无趣的原核生物 它们漂浮着 度过卑微残忍而短暂的一生 而现在就有了多细胞生物体 细胞们各自分工 使得多细胞生物体 可以从事各种复杂行为 丹尼特说 道理是一样的 从没有道德的人 过渡到有道德的社会公民 这是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大步骤 正是自然选择的算法 使得道德带来的优势 被不断地放大 就此 人们开始演化出了 各种各样的伦理和道德规范 当然了 丹尼特也指出 这是一个相对简单的模型 今天人们对博弈论 社会伦理学等问题 进行深度考察后 得出了关于伦理规范 和道德起源等 更为复杂的模型 但归根到底 都符合自然选择 和演化的思想 时间关系 丹尼特的主要观点 和论证逻辑 就为你介绍到这儿 我们先来简单回顾一下 丹尼特的观点 宏大且极具野心 演化是一个机械的算法过程 他决定了哪些生物会被淘汰 哪些生物有能存活至今 他同样也决定了 生物们以怎样的姿态 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不仅仅是生物学 丹尼特还将演化思想 推广到了文化 语言 心灵和道德的层面 把演化和自然选择理论 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对于丹尼特的这套论证过程 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最后这点时间 我想再跟你聊聊 《科学论证》这个话题 当前科学研究领域公认的基本范式 可以简单概括为 实证研究与思辨研究 其中实证研究关注的事情是 事物在现实中呈现出了 怎样的规律 这类问题 强调通过观察 实验和调查 来收集和分析数据 通过已经掌握的信息 来推论结果 我们了解的很多心理学知识 听到的心理学实验 都属于实证研究的范畴 而思辨研究关注的是 事物的规律 应该是怎样的这类问题 通过对事物或现象 进行逻辑分析 从而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 表达自己的观点 今天这本丹尼特的 达尔文的危险思想 就属于思辨研究 但无论是思辨研究 还是实证研究 都需要严密的逻辑推导 而逻辑推理的方法 有且仅有两种 你可能知道 它们分别是 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 演绎推理是从一般规律 到个别现象的推理模式 经典的逻辑三段论 就是演绎推理 比如说 所有人都需要吃饭 才能生存 而我们都是人 所以我们需要吃饭 才能生存 通过正确演绎推理 得到的结论 一定是必然性的结论 而归纳推理 是从个别 到一般的推理模式 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 达尔文自己的 原汁原味的理论 它最初的部分 就是属于观察和归纳得出的 好 我们现在回头来看 丹尼特这一整套的论证方式 他想论证什么呢 丹尼特想证明 演化是一套算法 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一切规律 都符合这套算法 首先 丹尼特为此寻找了 生物学上的证据 这点尚且符合 归纳推理的逻辑 生物学发现 无论是从宏观的 生物多样性发展情况来看 还是从微观的 精英复制来看 都的确符合自然选择和演化思想 但是 当丹尼特试图将这个规律 进一步扩大到 语言 心灵 或者道德层面上时 在逻辑上 便显得很致力了 他选择的方式是 做思想实验 和一系列的类比 比如说 在提到人类语言时 丹尼特自己构想出 三种不同的生物模式 对他们的演化过程 进行理论上的推演 最终得出 什么样的生物 更能适应环境呢 是那些拥有对外部环境 进行预言能力 并且能够对自己的思维 进行反思的生物 他们更能适应环境 而语言 正是这种反思能力 被保留并演化的关键 再比如 当提到道德的演化时 丹尼特引用了霍布斯的理论 并将 原始社会没有道德感的个人 与早期的原核生物 做类比 很显然 这是在讲道理 其中并没有逻辑的必然性 道德是否是眼花而来的 需要科学事实的验证 原哲学家杜世宏教授 在2018年的一篇论文中讲到 人类的认知有三大层次 分别是信念 见解和真知 信念的客观性和确定性最小 见解呢 有可能是客观的确定的 也有可能是不客观不确定的 而真知的本质 就是客观性和确定性 所以啊 丹尼特的观点属于见解 而不是真知 用它来同神创论 唯心主义辩论 相当有压倒性和说服力 但是从科学论证的角度来看呢 不免有些过度演绎和绝对话了 其实啊 通过今天这本书 我们可能还会获得这样一个启发 能够分清自己的想法 是信念 见解 还是真知 这本身就是件不容易的事情 需要谨慎 更需要科学精神 有时候 错把自己的信念或见解 当作真知 恰恰是造成我们日常烦恼的原因之一 好 以上就是为你介绍的全部内容 恭喜你 又听完了一本书 感谢观看 好 谢谢你